《耳垢》 我们俗称的耳视是耳垢 耳垢是一些在外耳道的皮泻 和无狼的分泌物的混合体 其实它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因为它会滋润了外耳道 让它不要干或者痕 另外它有少少抗菌的作用 当它在空气的骚髒物质 它黏在耳垢或有昆虫 它都可以阻止它进去 它随着外耳道的生成 皮肤生成代謝 它就会慢慢排出这些东西 所以它的存在是有好处的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自己清理耳垢 首先本身耳垢在大部分人之中 是不需要自己清理的 因为有些人痕 其实你不应该去突然去撩它 因为撩它会破坏了耳垢皮肤 另外其实当这些清理的过程之中 其实可以发生了很多问题 例如用手指或者耳垢 很多时甚至棉花棒 都是将这些耳垢推入了 多于它真的拿出来的 随着它越推越入 或者里面整个耳垢 塞了耳垢之后 其实是会令到听话差了 令到耳朵不舒服 甚至再痕一些 另外这些仪器有时 滑损了耳垢 或者本身手指不是很干净 带一些细菌进去 或者真菌进去 就会引起外耳道发炎 当然我们亦见过 譬如用棉花棒 可以刀穿了耳膜 因为它伸得太入的话 就会破坏到耳膜 所以其实我们是不鼓励 自己去清理耳朵的 所谓出了事就是刚才说 弄损了入面 或者甚至弄到耳膜 或者发了盐 又或者 弄一些耳屎 弄到太入 令到听话差了 其实都要建议 去建议被核科医生 去将这些 污糟物或者耳屎 清理完之外 如果有发炎 就要滴耳水 甚至需要食降生素 偶尔会见到这些人 试过有人读穿耳膜 很多时候 如果损害低 耳膜慢慢也有机会自己关上 当然亦有些不幸的个案 耳膜不能够自己复原 甚至要做手术 另外发炎病人 我们就要处理发炎 简单的 可能真的一个星期会痊愈 不简单的 有时手术也会长一些 譬如有真菌感染 有时要不断清理 用一些抗真菌的药 才可以杀菌 它才会痊愈